虎狼年纪的女人最怕参加同学会 同学是秋天的风 硕果飘得万里送爽 同学是冬天的雪 晶莹剔透洁白无瑕 同学是春天的雨 细腻润滑诗情画意 同学是夏天的风 盎然激情火热心肠 这是同学间有着如此美妙的感觉 所以参加同学会 重温学生时代的奇闻趣事 成了现在一大主流 今天的主人公雅芳 也是参加同学会的议员 她今年38岁 正是虎狼年纪 虽然不再青春靓丽 但是岁月在她身上 更是倾注了成熟的魅力 因为家庭条件不错 所以她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当接到同学聚会的情点时 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一是想看看老同学发展怎么样 而是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 那天雅芳梳洗打扮 挽起头发 画上淡妆 优雅的步入酒店参加聚会 熟悉的不熟悉的推怀续旧 感慨时间流逝 这时雅芳的大学初恋 刘斌来到她身边 对她微微一笑 雅芳本想躲开的 可是爱与情面 只能和刘斌坐下来续续旧 聚会结束后 同学们都加入了微信群 每天天南海北的湖侃 有提供资源的 有介绍生意的 还有插婚打磕的 刘斌后来加了雅芳微信 开始了私聊 每天一个早安晚安 雨天提醒戴伞 加衣服 闲暇说说学校的回忆 慢慢地聊起了上学时 青涩的感情 就这样 雅芳在刘斌的甜言蜜语中 慢慢沦泻了 不久两个人就开始了婚爱情 婚爱情就像毒品 引诱着两个人 越陷越深 全然不顾家庭伦理道德 雅芳因为有了爱情的再次滋润 越发光鲜亮丽 因为每天热衷手机 她老公起了疑心 最终跟踪她 让她躲在了宾馆床上 一切都没有退路了 雅芳被扫地出门 刘斌也越来越冷淡 只留下一句 我们都是成年人 本来就是各取所需 不可能有真感情 雅芳听到这句话 如梦初醒 以为自己的真爱 不过是人家空虚寂寞时的玩伴 什么真爱 什么唯一 不过是欢愉时的自欺欺人罢了 从自己退掉衣服 爬上床的那刻起 就已经被人看不起了 只是在这个游戏中 自己输得一败涂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4 such